嗨,欢迎回来 我衣服都没有换哦,你看 我这个T恤叫做K-Roll K-Roll是在奥克兰很有名的一条路 那其实它的全名是叫做Kalangahape 就是毛利语的元语 但是因为那个字太长了 所以我们通常习惯性的都叫K-Roll 那在K-Roll上面就有很多的酒吧 就是夜生活的地方 所以这一条路就大家记得 如果以后来奥克兰要找那个喝酒开心的地方 就到K-Roll,K-Roll很精彩的 今天呢 诶,进入正题啦 不要讲一些有的没的 今天呢 这支影片呢 其实是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 也不是一望无际啦 但是就是还蛮不错的感觉的一个薰衣草花海 那为什么会很特别 是因为它是其实去年12月才 在奥克兰南边才刚刚开的 那其实很近的 我们开车去大概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一般以前我们要看那种一大片的薰衣草啊 都要到南岛 对不对 那或者是如果像在北半球来讲的话 就可能是北海道就有一大片的薰衣草 但这边一直都没有这样的地方嘛 那刚好它去年12月开就变成一个一下子爆红的一个网红景点 那这个地方叫CCT Lavender Farmer Lavender Farm 不是farmer farmer是农夫 Lavender Farm 那就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看到很多的薰衣草 很紫色 很紫色 然后很多的密封 那因为老板他们买下来之后 养地蛮久的时间啦 因为要做成有机嘛 所以就一切就没有农药这样子 蛮好的 那它的农场的前面呢 有一个很大的餐厅 cafe卖一些食物 其实也都很不错 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啦 因为离奥克兰又近 那听说明年开始要收门票了 那今年还是没有 所以哇那个人真的是爆多 那就不要啰嗦 透过镜头来去看一下 这个CCT薰衣草花园 走 哈哈 宝哥今天来到位于奥克兰南区的 CCT薰衣草花园 一进大门是先到他的cafe餐厅 穿过餐厅往薰衣草花园的方向走去 设置的很好的一个观赏台 一眼望去就是薰衣草还有蓝天跟绿地 很难想象这个地方 很难想象这个地方从奥克兰市中心开车 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下个小时就可以到夹克兰市中 满满的薰衣草 白 correspond换骐 employer et чтобы蘊ross 满 mmm 花香 蜜飞 thirty 然后密封穿梭在其中 颜色配起来还不错 绿色紫色蓝色还有云朵的白色 听老板娘说这边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从羊土开始 全部都是以有机来去做处理的 崇尚天然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网红大咖点 当然季节要对 你就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一大片的薰衣草 以后大家有机会来到奥克兰的时候呢 可以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 那当然12月开始是最好的时间啦 好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